别被数值蒙骗了 选红蓝工虫有门道 对于平民侠客而言 全红工虫的价格确实令人望而去步 而高资质加蓝红搭配的宠物 则显得性价比颇高 那你知道常规连币涛叶熙 古大技能中 哪一个技能为红色提升最大呢 今天大大王说一下 蓝红工虫红书怎么选 故事便从这里开始 首先想到的肯定是高级连机 它能为宝宝带来高达24%的伤害提升 相较于低级连机 收益几乎翻了三倍 更为强大的是 它能搭配连环内单 当内单达到五层时 能额外增加4%的连机几率 加上满足其的加持 连机几率还能增加至6% 如果宠物还装备了法术套装 连机触发的几率更是翻倍 但高级连机的强势之外 更多源于其余内单的完美契合 使得这一技能在战斗中能够发挥出更大的潜力 因此若只能为宠物选择一本红书 高级连机无疑是最具性价比 高级必杀减随其后 它能提升宝宝20%的伤害 和低级必杀相比有一倍的提升 对于有高连的宝宝下课来说 选择内单时 可能还在纠结是用阴伤还是狂怒的内单呢 首先明确一点 这两种内单加的都是伤害结果 所以必杀后数值是不会进行翻倍的 因此无论是低连还是高连 阴伤几乎都是狂怒1.5倍以上的收益 尽管高级必杀本身效果卓越 但其内单效果确实平平 着实被高连压一头 第三名是高级偷袭 这一技能 它的描述虽然是 造成的物理伤害提升10% 相较于蓝色偷袭 多出5%的伤害 其实偷袭的伤害是伤害结果 并不受修炼影响 因此基于伤害结果的提升 是不受必杀 修炼等其他因素的影响 只是最后加上结果 同时高级偷袭并没有对应的内单 来进一步增强其效果 因此从战斗效果来看 难度越简单 效果越明显 第四位 高级夜战 高夜与低夜的主要区别在于 夜间躲避能力的提升 在常规任务中 这一差异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然而随着伺服技能玩法的推出 进化后的超级夜战 成为了所有技能中 期望值最高的那一个 它不仅能提升10%的物理伤害 而且在攻击时 还能显示目标的气血条 对于提升伤害和观察敌方血量都具有重要的作用 最后一位就是高级吸血 获得对方损失气血的30% 相较于蓝色吸血的25%的吸血效果 从吸血效果来看 两者差距并不大 但有一种观点认为 铁带蓝色吸血的宝宝被视为全蓝宝宝 因为当对方处于异常状态时 吸血后就会中毒 其他侠客一眼就能看出是蓝吸血宝宝 同时一回合不能结束的战斗 回合开始后 中毒单位会依次减少气血和魔法 十分浪费时间 若还携带套装技能的话 常常会因为中毒扣除魔法后 而不能触发套装 因此一回合能结束的战斗 如抓回等 大部分玩家会选择将吸血技能 替换为高级飞行等其他技能 还有什么技能性价比高 就会去掉